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是一个六岁孩子的父亲 我家的孩子叫乐乐 从小在这个玩具方面 特别花钱 特别难受 像三轮车 代步车 婴儿车 看到别人买都想买 爸爸 这个走不动了 我要换新车 可所有的车都跟不上孩子的兴趣 妈妈走了 爸爸 我要换新车 乐乐不行 妈妈这个月没发工夫呢 妈妈 国际班的小朋友 要花三十千多了 可是我们同学也买了 都买一样呗 烦死了 那玩具一堆 七七八错的还是错一个字 你说要换来换去的 家里拿那么多钱啊 真是 媳妇跟我说 让我重组就玩具 不同的尺寸 形状的形材 根本就装不到一块 现在我就想跟我媳妇说 你行你就来装 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做一个父亲 不能让孩子对你失望 后来我就想是否能像我做的机械一样 做成模画块的 根据需要重新拼装起来 来 乐乐 爸爸给妈妈你俩变魔术啊 来 走一个 好厉害 爸爸是超人 好厉害啊 去小区广场逛一趟 走 开心吗 开心 你看朋友们都在夸你 所以你做的特别好 你看 这有个图片 你看 他给发过来的 张哥 他们家孩子还挺喜欢的 对 喜欢你 拼装出来的时候 转转不够灵活 我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重新设计所有的部件 车型的型号 我也参考市面上 不同年龄段的铜车 加装所有的轴承和内装套 保重了轴承的铜部 和横向的受力 最难的位置是 各个连接部位的通用型 因为安装的位置和方式不一样 但是零件的种类不能太多 所以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 传统的自行车采用了链条传统 安装有油污 而且对小孩还容易受伤 根据传统的力 我们最终采用的是 T10系统的同步带传统 刹车系统采用了叠刹 不但要考虑到美观 还要考虑到制动的效果 材料悬用的是304不锈钢 我们对每个部件定型 都做了很多数据和测试的统计 最后确定最终的尺寸和外观 每次和儿子改装车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不像是父子 更像是哥们儿 我非常高兴 非常骄傲 用我所学的技术 能够给我孩子带来共同交流 共同创作的平台 我也希望其他家长和孩子一样 能够享受这份乐趣 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大伙的老朋友圆胖 刚才这款儿童车大家都看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这么酷的这种儿童车 大家都眼见为实嘛 都知道了很神奇啊 它像最重要的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像那个变形金刚一样的能变化 什么能够模块化的这种拼接 适合什么 适合一到一十五岁的这种小孩子来用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买一车买一大堆 没用是吧 而这个车呢能够变化一十七种 什么呢 婴儿车 学步车 脚踏车 画板车 自行车 孩子啊 他有时候兴趣就那么一回事 然后呢你能够给这么多车 给他进行一个组装 他觉得很高兴 第一呢 爸爸和儿子呢 能够建立一个亲子关系 第二呢能够培养小孩子的智力 有时候呢 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省钱嘛 是吧 现在一辆车解决了十七辆车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车能当十个车用 是吧 一车呢就能够陪伴这个孩子的整个童年 自己动手 很有意思啊 如果呢你对这个车感兴趣 你可以到发明迷的官网看一下 今日头条的呢 你可以点击了解更多 最好了 这款发明是我2018年碰到的最好看的一个发明 很有意思